巴拉规准总统潘尼亚访台五天行程进入尾声 特地安排举行新闻记者会回答媒体关切议题 作为南美与台湾唯一的邦交国 是否受到中共经济等胁迫 潘尼亚坚定表示与台湾的关系如铁一般坚定 为何我们有这些关系与台湾 这次潘尼亚来台湾参访了台湾科技大学与电动巴士等产业领域 并称赞台湾的公卫系统 未来也将合作部署在巴拉规200家医疗机构 而巴拉规人均GDP为5000美元 潘尼亚展望它五年任内能达到1万 提供外国投资最佳市场 并看好台湾双边能共创50万个就业机会 潘尼亚也感谢总统蔡英文八年任内 对台湾双边关系做出贡献 而台湾明年1月也将迎来大选 无论哪一党候选人当选 承诺台湾都将保持一致的良好关系 新唐人亚太电视唐靖安整理报道